大年初三 我国多个州属的农历新年 小长假提醒结束 法庭重开审案 在击打一名警员收贿1500令吉 今天被押上了亚洛史达地方法庭 另外在吉兰丹 一名公有涉嫌非法禁锢两名缅甸罗兴亚人 被押上哥打巴鲁地方法庭 但是被告坚持否认有罪 执法人员心术不重 面对罪案坚守自盗 击打古邦巴塑警区速读组 一名草长级别的警员 涉嫌收受1500令吉汇金 今天被押到亚洛史达地方法庭面控 根据控状 32岁被告莫哈莫菲特里 2020年11月18号晚上11点34分左右 在古邦巴塑警区总部门外 向10年26岁的男子收贿 抵触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7之A条文 索取与接受贪污罪名 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不超过20年 罚款不少于汇金5倍或1万令吉 适合者为高 被告否认有罪 法庭批准被告保外 条件是先交付8000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 并规定每个月准时向佛罗交仪反贪局报道 案件则定3月6号再开庭 亚罗士大法庭今天审理的另一宗案件 则是一名公司雇主 涉嫌向涉嫌机构提倡假资料 企图蒙骗雇用员工奖励计划2.0的 17500令吉雇员补贴 根据控状 36岁被告莫浩莫萨基林 2021年6月到7月之间 以公司名义 向亚罗士大直落湾野涉嫌机构办公室 提成5份申领表格 但是表格上罗列的5名员工 都不是自家公司雇员 被告抵触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8条文 提交虚假索赔罪名 一旦罪成 可被判最高20年监禁 罚款不少过虚假申报数额的 5倍或1万令吉 适合者为高 被告否认有罪 法官批准以7000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外 并规定每个月定期到反贪局报道 案件则定2月27号再过堂 另外在哥达巴鲁地方法庭 则有一名涉嫌禁雇罗辛亚人的男子 被押上庭面控 根据控状 32岁的男子哈菲祖西米 本月20号在格底里 与两名同伙合谋禁锢了两名 持有联合国难民署 难民卡的罗辛亚男子 被告因此抵触刑事法典365条文 非法禁锢罪名 一旦罪成 将面对不超过7年监禁或罚款 法庭驳回了被告的保释申请 案件则定2月26号重新过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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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